郑江川认为工作比搬家更重要 并说人生就像耍杂技 再厉害的小丑也接不住所有的球 所以得分清楚哪些是水晶球 哪些是橡胶球 郑川随即让小白抓紧时间 今天是野火音乐节的新闻发布会 他们作为对方的最新投资人可不能迟到 沈慧昕是一位全职妈妈 也正是郑江川的妻子 带孩子的同时也和几个好友组了一支业余摇滚乐队 郑江川得知他们今天有演出 还特地差人给他送来一大束花 惹得乐队伙伴羡慕不已 盛江川所在公司名叫飞虎资本 这场发布会也是全网直播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红维投资公司的云山长青 其实也参加了这次竞调 最终却败给了飞虎资本 董思佳没想到盛江川竟然这么不择手段 明明邮家随即起身向王总保证 他今后一定会更加努力 王总却觉得盛江川在发布会上说的也有些道理 一个人很容易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因为成功的制度更容易僵化 所以要想不被超越 或者他们真应该加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发布会的会场外 野火燎原的创始人终于很是愤怒 出结束后 沈慧欣带着孩子回来新家时 在楼下看到搬家工人不小心损坏了物件 便拿出焊接工具娴熟的修了起来 还笑说自己是被爸爸带大的孩子 啥活都能干 而此时的盛江川在发布会结束后 又陪着一众同行伙伴一同喝酒吃饭 沈慧欣给他打来电话通知新家已经搬完了 问他啥时候回去 这时一旁的小白和他配合演了一出双簧 刚挂完电话 女儿圣唐跑来跟他告状说小男孩童童抢他玩具 还不让他玩滑梯 甚至不让别的小朋友和他玩 沈慧欣见状便拉着女儿过去和童童交涉 一旁站着的是童童妈妈蒋静 蒋静对此也很是抱歉 可儿子根本不听他劝说 甚至得知圣唐家住在二号楼时 还嘲讽他们家是小户型 沈慧欣顿时想了个办法 叫来所有孩子和他玩老鹰捉小鸡 蒋静也参与了进来 看他们玩得如此欢乐 童童顿时忍不住要求加入 沈慧欣趁机让他为刚才的行为给小朋友道歉 童童乖乖照做 还和盛唐成了好朋友 这番操作让蒋静直呼厉害 两人随即也互留了联系方式 约定以后一起下楼玩 这个男人晚上下班回家 却不知道自己家住几号楼 回来后 盛江川就开始在老婆面前 自豪地说他们这新家可是处在黄金地段 盛江川说在金融街上班 只要一说谁住哪儿 就知道谁是哪个职位的 通勤两小时的不是实习生就是大学刚毕业 路程40分钟的甭管开多好的车 那也是按月拿工资 根本没资格拿年薪 只有上班走路5分钟的人才是争扭 而他就是好男人指南 全凭一己之力带着全家实现了消费升级 使他们跃升了一个阶层 盛江川自夸完还不忘让老婆再夸夸他 第二天一早 沈慧欣复述了他昨晚说的罪话 盛江川却适口否认 并说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他的功劳 沈慧欣告诉他自己选择结婚在家全职带娃是自己的决定 但他不能把他的优越感在自己面前显摆 因为彼此都是平等的 而且当初要是换他出去工作挣钱 还说不准现在都换更大的房子了 随后盛江川来到公司 就叫来小白帮他推荐一款游戏机 因为家里空了一间杂物件 他准备将其改造成游戏房 而此时沈慧欣和他老爸正在这间屋里丈量尺寸 因为他老爸搬家前就已答应送他一架钢琴 沈慧欣也打算将这间屋子改成他的音乐房 在盛江川的竞争对手公司里 王总决定增加行业二组 于是把董思佳和李小田叫来办公室 通知两人其负责人很快就会入职 董思佳连忙表态自己一定会努力挖掘更多好项目 王总强调光挖掘还不够 要投诚才行 要是再让飞虎资本节族先登 他的这张老脸就没地放了 走出办公室 李小田提醒董思佳 随后助理来到董思佳办公室 告诉他终于刚才来电想约他面谈 次日一早 盛江川专程到野火燎园音乐节现场巡视舞台升级效果 并借机询问项目负责人 要是他想参加该怎么报名 晚上回到家 盛江川就把野火音乐节的演出邀请函拿给沈慧欣 沈慧欣不解他都没报名是咋入围的呢 盛江川告诉沈慧欣 他们飞虎资本是野火音乐节最大的投资方 所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沈慧欣奇怪野火燎园创始人终于不是挺有摇滚精神的吗 还一直主张保持个性和自我 怎么也干这么俗的事 一点原则都没有 盛江川见此并未说终于已被踢出局 倒催促他既然已经实现愿望 就可以把杂物间留给自己做游戏健身房了 终于原本创立了一家名叫野火燎园的音乐公司 不料却被资本踢出局 于是找到董思佳谈合作 虽然董思佳很认可他的个人能力 以及他在音乐圈的影响力 但要重新做一个品牌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至少要几年时间才能有起色 即便做起来也很可能错过这波风口 董思佳询问他的计划 终于表示野火是他创立的 虽然这次被盛江川和几个董事算计 但公司里还是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而且都是公司的核心力量和骨干 另一边 曹总递给盛江川一张创投论件的情节 这是创投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胜利 盛江川见此激动不已 还生怕自己没有资格 曹总夸赞他针对这次野火燎原的闪电站干净利落 竟能从云山长青那儿虎口夺食 这对他们公司将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另一边 董思佳把和钟玉的合作汇报给王总 王总当即督促他尽快和钟玉签订合同 紧接着也递给他一份创投论件的请柬 并告诉他可以带家属参加 到了晚上 盛江川拿出请柬在沈慧欣面前显摆 沈慧欣得知自己也能以家属的身份陪同出席很是高兴 他虽然做了六年全职妈妈 但当年上大学时可也是这个专业的佼佼者 而另一边的董思佳却只是告知老公自己要出差 并未邀请他一同前往 李宇文看到放在床头的请柬 上面赫然写着欢迎邪卷出席 但他并未选择追问 而是把请柬放回了原位 到了盛典现场后 沈慧欣得知主办方给家属们准备的是休闲娱乐活动 并不能一同出席论坛会 于是转头便要求盛江川带他去听论坛 但遭到盛江川的拒绝 沈慧欣随即想了一个办法 将盛江川的会场通行证拍了照 然后把手机放在证件代理盟混进会场 论坛才刚开始 盛江川就接到一个业务电话 走到外面刚好碰见刚回国的老同学霍连凯 得知他现在在云山长青就职后 二人约定找时间约饭酗酒 在论坛会议上 主持人让现场观众就投资是投赛道 还是赛首发表见解 这时正好沈慧欣座位被站站了起来 便被主持人误以为要回答问题 沈慧欣结果话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霍连凯起身反驳他的观点太过理想化 他支持投资就是投人 沈慧欣笑说如果投资赛首等于盘活赛道 那国外投资人的钱也太好赚了 这番话引来现场一片哄笑 做了六年全职宝妈的沈慧欣决定重返职场 但是应聘无数公司都被拒绝 于是找到邻居蒋静帮他牵线搭桥 因为蒋静的表妹在金融街工作 两人特地来到电影院门口赌人 没一会儿蒋静表妹就走了出来 他正是云山长青风控部门的主管李小田 很快李小田给蒋静打来电话 说他们公司新来一个上司正好在招人 让沈慧欣有兴趣可以明天去试试 李小田口中新来的上司正是霍连凯 霍连凯没想到面试者竟是那天在论坛上 与自己辩论的沈慧欣 因借用了董思佳的会议室 所以整个面试过程董思佳也都看在眼里 霍连凯介绍自己和他老公圣江川 在大学是上下铺的好兄弟 沈慧欣让他不用因为盛江川而照顾自己 霍连凯考虑到自己才从国外回来 而他又六年没有设计职场 担心两人的短板会降低工作效率 虽然说得比较委婉 但沈慧欣还是听出了言外之意 一旁的董思佳却萌生了把沈慧欣招进来的念头 霍连凯走后 他便交代下属去和人事不沟通 如果霍连凯那边不要沈慧欣 就让他到自己部门来 出差回来的盛江川从女儿口中 得知沈慧欣要去对手公司上班 忍不住和他大吵了一架 说即便他想出去上班 大可找个朝九晚五的轻松工作 而且董思佳根本就不是看上他的理想与才华 只是想利用他让自己难堪而已 这话深深刺痛了沈慧欣 盛江川第二天一到公司就叫来小白 让他去打听董思佳在做什么项目 从今天起要跟他势不两立 沈慧欣刚去云山长青报道 就看到野火燎原的创始人终于来找董思佳 同时告诉他野火燎原已是过去时 人家现在的新公司叫怒火燎原 忠欣为了夺回音乐直播平台市场 计划打造一个可以和野火燎原对抗的全新音乐节 甚至连开幕时间都和野火音乐节定在同一天 可见火药味十足 而他今天来找董思佳的目的 就是想让他给自己增派人手 董思佳送忠欣出来时 交代下属到财务部门和法务部门协调人手 沈慧欣说他可是野火音乐节的铁粉 他要是能去肯定能帮上忙 还准确说出了忠欣的音乐理念 在路上 董思佳感慨女人做事不容易 温和一点会被人质疑能力不行 强势一点又会被人诟病不择手段 他把沈慧欣招进来和盛江川没办毛钱关系 就只是单纯觉得沈慧欣很有思想值的意识 这天小区物业叫来沈慧欣和其他两个孩子家长 让他们自己看下眼前这辆宾利车 只见车上除了两道醒目划痕 还有几只孩子化的猫 当沈慧欣询问女儿划没划时 他说自己化了 那天他和另外两个小朋友来车库寻找一只流浪猫 去一趟监控室 正好车主也在 看完之后方便协商 监控拍到几个小孩子靠近车前还在地上捡了石头 但彤彤却说自己并没有用石头在车上划 其他两个小孩也适口否认 物业建议报警让警方介入调查比较好 沈慧欣考虑到孩子感受 觉得还是得先搞清楚这辆车是不是在入库之前就有划痕 旁边的保安也说这车确实停了很久 上面还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新商还是就商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保险公司也来确认过的确是新商 应该就是这几天弄的 这几天除了三个小孩就没有别人靠近过这辆车 李宇文叫沈慧欣和蒋进到外面商量 他建议这件事不能再让孩子参与了 因为即便真是孩子干的 最终承担责任的也是他们家长 要是在和物业起争执也有推诿的嫌疑 蒋进建议先把钱赔了 就当是给孩子买个教训 随后三人来到车主面前 一处是八万 两处应该是十六万 沈慧欣听到如此高昂的维修费顿时愣住 紧接着李宇文也让车主给他一个银行卡号 他用网银转过来 沈慧欣来到自助取款机前 把身上所有银行卡里的钱都取了一遍 发现都还是不够 最终无奈只能刷信用卡来凑出这份赔偿金 再奖进家里 他老公得知后并未责怪孩子 因为五万块钱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个事 李宇文和沈慧欣坚信孩子没有撒谎 于是第二天再次来到监控室 果然找到一丝线索 前后时间都吻合 但中间四个小时的录像没有了 保安告诉他们监控设备调试归工程部管 随后带着两人来到工程部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那天停车场线路检修 所以到后半夜就断了几个小时电 车库进出口的炸机也断了电 他们考虑到有业主需要进出 所以在断电之前就把台杆给抬起来了 这意味着车子能自由出入 但炸机没有记录 沈慧欣立马通知蒋进 一起去查找停在车库口马路边的车 如果哪辆车有24小时的行车记录仪 就很可能拍到兵力车究竟是否出去过 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 真让他们给找到了带有全市记录仪的车 而且调出监控果然发现那辆兵力车有出去过 物业得知后立马将视频截图发给车主 车主认出开车的是他儿子 车主让物业向沈慧欣几人转达了歉意 李宇文提议把孩子带过来 让物业给孩子亲口道歉消除误会 物业态度也很诚恳当即表示同意 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漂亮女人有多腹黑 投资人盛江川来到他们公司考察 此时这家公司的经营已经出现问题 贺运美却仍装作若无其事 贺运美叫来盛江川的原因 就是想和她商量关于下轮融资的事情 她表示公司的用户增长趋势一直都很好 但最近一个月的拉新活动开始变得困难 盛江川回到公司给曹总汇报 表示自己非常看好贺运美公司的商业模型和发展前景 而且查了团队运营状况非常好 已经有其他投资人在跟贺运美接触 曹总相信盛江川的眼光当即同意追加投资 可紧接着就得知贺运美公司财务小鹏因为怀孕辞职了 小白奇怪前两天都看到小鹏发朋友圈在喝酒 于是二人把小鹏约了出来 小鹏坦言自己确实没怀孕 只是觉得公司有问题 所以才找了个借口辞职 盛江川和小白回到公司查阅资料发现 贺运美公司从半年前起运营成本开始飙升 虽然每一项开支都有合理的名目 但显然不符合逻辑 小白很快找到一个在贺运美公司待过的朋友小李 小李说他算是公司最早一批员工 当初的贺运美确实是想做出一番成绩 也如愿拿到了他们飞虎资本的投资 不料半年前贺运美忽然生了一场大病 休养了一个多月后一切都开始改变 他先是在浦江一品租了一套500多平的顶级豪宅 每个月的租金就是11万 而且还是走的公司账 期间还养了一个小男友凯文 后来直接将其安排进了公司 名义上是顾问 实际上连公司都不怎么来 不仅如此 贺运美还请了一个生活助理 负责叫他起床陪他逛街等等 他给对方的工资也是2万多 而这个生活助理就是贺运美的闺蜜蛇甜甜 今天也是贺运美的生日 蛇甜甜为他筹办了这场聚会 在聚会上 蛇甜甜把一个叫森哥的中年男子叫到外面 森哥调查过贺运美公司 在一年前拿到飞虎资本4000万的投资 而眼前这个蛇甜甜听说过后 便以曾经同创的身份刻意接近贺运美 还故意蛊惑贺运美要及时行了 蛇甜甜当即反驳 并说自己还是贺运美的救命恩人 因为半年前贺运美并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而是自杀 因为贺运美创立这家公司并获得投资后 才发现他的商业战略有问题 虽然公司估值一个亿 但其实根本找不到稳定的盈利模式 郑江川得知贺运美公司有问题后 便趁着他公司财务离职的空档将自己人介绍了进来 随之中向盛江川保证经过他手查的账从没出过问题 两人殊不知贺运美提前在这间办公室里安装了摄像头 他们的谈话被贺运美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贺运美很是后悔 上次届活动名义挪用的400万的公款很可能成为突破口 而他们殊不知这400万已经被蛇甜甜拿去澳门赌钱输掉了 所谓的放贷只是蛇甜甜为了应付他们的借口 贺运美随即叫来蛇甜甜 让他把钱拿回来把账填平 但蛇甜甜现在哪里还能拿出这么多钱 于是声称即便把钱拿回来 也不能抹掉银行一出一入的记录 只要盛江川揪着不放 他贺运美还是得承担法律责任去做了 蛇甜甜劝他不如趁着没有查出真相前逃到国外去 反正公司早就已经没救了 就在贺运美犹豫之际 蛇甜甜说现在公司账上还有一千万 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一同挪走 果然才到第二天 随之中就查到了那笔400万的款项 就在他向盛江川汇报具体细节时 监控屏幕前的贺运美看得一清二楚 贺运美虽然心疼这一千万 但相比坐牢他还是决定立刻出国 此时盛江川接到妻子沈慧欣的电话 通知他今天去学校接孩子 但他恰巧今天有一个同行朋友结婚 而且DG全球音乐的一位高管也要来参加 这可是音乐界的巨无霸 自己收购野火燎原的目的 就是为了包装后高价卖给这家公司 所以他必须趁机和这位高管建立关系 董思嘉打听到霍连凯和那位高管认识 于是安排沈慧欣过去盯紧他 盛江川随即让小白去学校帮他接女儿 对话内容也被贺运美几人听到 蛇甜甜顿生一计 蛇甜甜建议他到时候 把这一千万转给洗钱手装森 可以通过地下钱装 直接把钱汇到他们在国外的账户 而蛇甜甜的真实目的是想吞掉这笔钱 贺运美的男友凯文雇人 故意撞了小白的车 然后让他想办法和小白起争执拖延时间 他趁着这会儿很快 减和呈出盛江川的声音 并模拟盛江川的号码 给小白打去电话 男子伪装成女孩爸爸同事 来学校接女孩放学 因为家长事前给老师打过招呼 有人带接 所以老师并未多想便把孩子交给男子 同行女子发现女孩带了儿童手表 为了防止女孩联系家长 便哄骗给他买只新的 两人随后将女孩带到游乐场门口 然后交给另外一个女人 此时盛江川正在参加朋友婚礼 他殊不知女儿已经被其他人接走 贺运美让男友凯文把车开到婚礼酒店楼下 然后叫来公司下属 并交给他一个任务 很快盛江川就收到贺运美发来的女儿视频 就在他愣神之际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贺运美通过变声器命令他现在离开宴会厅 立刻赶到酒店五楼东侧的洗手间 并警告他不要挂断电话 如果告诉任何人将立即撕票 盛江川跑到指定地点后 对方又让他去第三个阁间 把手机放在马桶水箱带上 如果两分钟后 他还没到达十一楼西侧的洗手间 那他就再也见不到他女儿了 盛江川为了女儿安全只能照做 乘坐电梯来到十一楼的洗手间后 就听到有电话铃声响起 打开隔板发现马桶盖上 竟然放着女儿的手表以及一个耳机 对方告诉他从现在 切耳机不能摘电话不能挂 等他返回五楼洗手间时 发现他放在指定地方的手机 已经被人拿走了 因为和其他人说话会被监听 于是盛江川便想着 通过写纸条的方式让别人报警 可殊不知他的所有行为 都被人监控着 盛江川不解自己 明明一句话都没说 难不成绑匪就在这个宴会厅里 而且对方为何一定要让他待在宴会厅 要想控制他 大可在楼上开个房间 把他关起来啊 现在必须想办法报警 他想到当初给女儿买电话手表时 贵员告诉他这款手表可以一件报警 不料贺玉美早已更改了 固定监护人的号码 他的求救信息也发到了贺玉美手机上 贺玉美再次警告他不要耍花样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 眼下只能想办法通知给老婆审慧心 让他去报警叫孩子 盛江川悄悄拿着新郎 放在桌上的手机来到洗手间 就在他准备联系沈惠星时 对方又再一次警告他 并令令他将手机扔进马桶 但现在孩子根本没在贺玉美手上 于是他谎称为了安全起见 不能让他直接跟孩子通话 但他可以问一个他女儿才知道的问题 贺玉美没想到盛江川老婆突然出现 于是通过电话耳机警告他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郑江川的言语和肢体 都在表达自己的异常 但沈惠星就是没有察觉 恰巧这时台上肆意抽到他俩上台 跟新郎新娘玩默契考验游戏 主持人让夫妻二人背对背在画板上答题 盛江川便打算趁机给沈惠星 传递信息让他报警 游戏结束下台之后 盛江川疯狂暗示自己手里的纸团 沈惠星却突然有事跑开了 当他再次找到沈惠星时 便故意把女儿电话手表攥在手里 盛江川没想到他竟然没看背面 简直无语到极点 此时贺玉美已经抵达机场 公司账上的一千万一旦转出来 他将立刻卷钱出逃国外 很快手机提示申请成功 就在两人以为得逞之际 不料点击确认拨款之后 竟然自动跳转到盛江川的上级曹总手机上 需要他再做最后确认 曹总收到拨款信息后 给盛江川安排的财务打去电话 眼看事情已经捅到曹总那去了 肯定不能再用盛江川的手机操控财务 很快曹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事已至此 贺玉美两人也只能放弃 这即将到手的一千万 此时盛江川把最后希望 放在老同学霍连凯身上 趁着给他第九杯时 将纸团一并塞了过去 霍连凯瞬间抖起意思 连忙来到外面打开纸团 霍连凯立马拨打报警电话 随后从酒店监控里 发现一名男子行踪可以 此时正往大门走去 霍连凯连忙叫上保安 在酒店门口将男子抓个正着 此时男子正和贺玉美通话 贺玉美两人已经坐上 即将飞往美国的飞机 盛江川发现耳机已经中断通话 于是火速冲到保安室 质问男子为何要绑架他女儿 男子却失口否认 男子说他老板 就是让自己在婚礼现场监视他 其他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此时贺玉美和凯文 所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 另一边 一个女人带着盛江川女儿 来到警局报案 盛江川得知消息后 火速赶来 看到女儿安然无恙 终于放下心来 而带女儿来警局的这个女子 正是导演这场绑架案的主谋 曹总向盛江川等人下达任务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风口 而在另一家投资公司里 一向不追风口的王总 也很看好这个领域 但这则新闻一出 肯定会有不少同行 为了追风口哄抬价格 相关公司估值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投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曹总将这个项目 交给了得力干将盛江川 要求他务必赶在其他公司之前 跟丁平山签下投资协议 而在另一边 霍连凯以董思佳手中项目多 而且有家庭时间不充裕为由 希望王总将此项目 交给自己运作 董思佳强调国内 做投资经验和人脉也很重要 王总经过考量 还是决定交给董思佳 回到自己办公室后 霍连凯大发雷霆 说王总大早上之所以 叫他来开会 肯定是打算把这项目 交给他做 董思佳这女人 大周末的不在家 看孩子和老公 只会出来搅局 盛江川来到全景科技 拜访丁平山时 他刚好送董思佳出来 丁平山表示 在当今这个时代 确实没人能够否认资本的力量 他也不排除 引入对公司发展有利的战略投资者 但引入谁的投资 以及资金和时机 都是属于他们公司重大决策 所以需要慎重考虑 到公司 盛江川感慨丁平山 是个优秀的创业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口 和知名投资公司 抛来的橄榄枝 都丝毫没被冲昏头脑 另一边 王总向董思佳询问谈判进展 盛江川再次来到全景科技 拜访丁平山 还用动物世界给他打起比喻 创业的第一个阶段 是饥不择食的老鼠 只要能吃的就吃 第二个阶段是狼 虽然处在食物链比较高的位置 但还不是真正的老大 第三个阶段是虎 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 熊大一方 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如果有其他老虎进来 那就少不了一番激烈的争斗 除非能够进入第四个阶段 随后盛江川说了一系列 选择他们非虎资本的好处和优势 但丁平山依然不表态 次日一早 一个年轻小伙出现在 非虎资本公司大厅 小白上前询问 才得知他是来找盛江川拉投资 盛江川称赞他想法非常好 好好干一定能实现梦想 谎称自己会抓紧开会研究到时联系他 回到办公室后 盛江川却连黄金的项目书都不看 并告诉小白选项目要有眼光 不能在这种小喽喽身上浪费时间 像黄金这种说两句话脸 都会红的创始人 基本都倒在了起步阶段 他们根本没必要关注 眼下重中之重 是促成与丁平山公司的合作 丁平山最终也被盛江川说服 同意跟他们非虎资本签订合同 曹总得知盛江川拿下全景科技 连连夸赞他的能力出众 然而这天周末盛江川 陪着老婆孩子来商场玩时 恰巧遇到被他打发走的黄金 盛江川谎称他递交的项目书 在领导那里没通过 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黄金尽管失望 但依然热情地送了盛江川一套 他们团队新研发的游戏测试版 不是不知道仪式下一条 黄金做的这款游戏 竟然比丁平山公司的更具可玩性 盛江川愣是玩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就来找曹总 因为原定明天和丁平山公司签订协议 所以盛江川才如此着急找曹总商量 一旦错过黄金的魔斗科技 很可能就放走了一条大鱼 曹总决定先见见黄金 黄金虽然游戏做得不错 但口头表达实在太差 一说话就脸红 一着急还结巴 并且坦言自己并非名校毕业 所以这让曹总有些质疑盛江川的眼光 曹总投资项目习惯性偏爱名校毕业的高学历创始人 而马上签约的丁平山就是名校毕业 个人作风又比较稳健 反观这个黄金确实差太远 盛江川说他们两家的游戏他都是国 毫不夸张地说黄金这款游戏从内容到游戏感受 比丁平山的这款高出一大截 什么科班出身名校毕业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最终让市场和玩家买单的 是他们的技术和产品 而且现在所有投资公司都看好丁平山的全景科技 所以全景科技现在估值很高 他们出价8000万才占丁平山公司20%的股份 可黄金就便宜多了 而且黄金又没什么社会经验 比老于事故的丁平山更好控制 曹总再三考量终于决定转投黄金 这样的决策对盛江川来说也是一步险棋 因为他也算是把自己的未来和信用全都压在了黄金身上 丁平山得到消息后拒绝与盛江川见面 并转头联系了云山资本的董思佳 董思佳趁机压价 给他的投资估价比之前低了15% 丁平山虽然不爽但还是接受了 他直言自己犯的错自己人 自从进入云山资本工作 就一直没有开过章 手里的项目都被封控部门主管接连否定 这天晚上 一个项目创始人催他加快审批进度 或者把封控部门负责人约出来聊聊 而封控部门主管李小田正在家里做牛排 享受着独有的浪漫生活 霍连凯因着头皮打来电话 约他出去喝酒 人家那边电话都挂半天了 霍连凯还在假装聊得火热 霍连凯虽然脸上笑嘻嘻 但心里已经骂了李小田千百遍 还吐槽他就是个大龄不婚女 肯定是迟迟嫁不出去导致了心理变态 次日早会上 李小田又否了霍连凯递交的一堆投资项目 霍连凯满脸的不服 李小田也丝毫不给他面子 直言他交来的这几个项目 连最基本的盈利模式都找不出来 还谈什么市场 霍连凯与他争辩了几个回合后 坐在C位的王总当场拍板 没有好的项目就先不投了 然而更惨的是 昨天晚上那个项目投资人离他而去 来找董思佳拉投资 而且还把他吐槽李小田的那些话 添油加粗了一份 李小田知道这些留言后气愤不已 是骂霍连凯业务不行就算了 人品竟然也不行 李小田不解霍连凯哪里来的自信 直接冲进霍连凯的部门会议室 宣布他上周递交过去的八个项目 一律不通过 并让他再好好看看公司审核要求 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就不要再叫了 李小田撂下狠话便离开了 霍连凯越想越气 追到他办公室质问他为何要到会议室砸场子 李小田纠正他的措辞 表示这是属于正常的沟通 如果他递交的项目依旧没有质量 那可能就要去王总面前说到说到了 霍连凯认为这是打他小报告 几天过后的例会上 李小田当众指出霍连凯的项目虽然较之前有进步 但还是不能通过 霍连凯暴跳如雷 要不是王总在场 他非得手撕了李小田不可 但李小田不紧不慢地说送他一句阿拉伯宴 紧接着王总宣布散会 此时霍连凯的费都差点气扎 过了好些天才稍微缓过气来 然后又开始琢磨对付李小田的办法 毕竟再没项目通过的话 整个部门都得去喝溪北风了 这个女人虽然在家做了六年全职太太 但其业务能力仍然在线 这才入职没多久 就从实习工位搬到了正式员工的工位上 领导让他尽快熟悉项目流程 这却引来隔壁同事李莎的嫉妒 李莎每天上班几乎不干正事 不是在看视频就是在加装自己的购物车 下了班却和大家一起故作努力加班 因为要回去照看女儿 已经完成当天工作的沈惠星只好悄悄溜了 没一会儿 李莎见严宇涵路过沈惠星工位时 故意找他签字 果然言语含问其沈惠星 那天霍连凯邀请李小田下班到他们部门开个讲座 董思佳得知后立刻通知自己部门的人 一起去会议室参加培训 见沈惠星没在工位上 李莎又告状说沈惠星天天一到六点半就准时走人 坐他旁边都不用代表 第二天一早 董思佳就把沈惠星叫来办公室 质问他每天准时下班的原因 沈惠星解释自己是做完工作才下班的 沈惠星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给好友奖金打电话 麻烦他下午先帮自己照看女儿 挂断电话后 沈惠星就来到李莎面前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沈惠星就马不停蹄赶来蒋进家里接孩子 蒋进知道他肯定还没吃晚饭 于是提前给他留了热菜 两人说起职场的加班文化 沈惠星表示合理的加班他是可以接受的 蒋进说打小报告这种人职场上到处都是 本来进了职场就不会有自由了 谁付工资谁就是大爷 第二天一早 董思佳生气李莎族把他要求的全国市场调查数据做成全省的了 自己一个人做 所以才忙中出了错 董思佳问起沈惠星 李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状告沈惠星的机会 说沈惠星每天都以出去禁调为借口提前走了 他出去后 严宇涵也附和说董总对沈惠星太纵容了 应该直接告诉他不加班就走人 下午下班后 沈惠星刚关电脑要走 严宇涵走出来宣布即日起 所有员工出去禁调不管到几点 都要回公司打卡 否则就按早推处理 沈惠星见状只好坐下来耗时间 不一会儿 阿姨就打电话急着要走 沈惠星随即想了一个办法 把包放在工位上洋装室去洗手间 李莎见状故意大声提醒 沈惠星不敢乘坐电梯离开 只好选择走楼梯 他仔细计算过 从公司跑回家只需五分钟 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孩子爸爸就能回来 接着再五分钟回到公司 只要安排好女儿 要求他几点下班都无所谓了 沈惠星没办法只能借口上厕所 然后花五分钟跑回家接管孩子 等到老公圣江川回来接手后再去公司打卡 领导董思佳气愤地拿着项目书来到李莎公位前 质问他连错别字都不检查的吗 很快盛江川出差回来 沈惠星根本来不及解释就穿鞋往公司跑 等他跑到公司时已经大汗淋漓 李莎又盯上了他 追问他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沈惠星谎称卫生间空调坏了 李莎告诉他们组今天交上去的市场报告又出问题了 董总要求今天必须改完 否则都别回家 紧接着严宇涵出来通知沈惠星 董总让他去一趟办公室 沈惠星来到办公室后 董思佳就询问他刚刚干啥去了 他坦言自己刚刚回家了 但是今天的工作自己都是按时完成的 那份市场报告的数据和错别字也全都改了的 只不过是李莎提交错了版本 对的版本刚刚已经发到了他邮箱 董思佳质问他提交报告的时候人在哪里 为何不及时纠正同事的错误 沈惠星解释自己不是不能加班 周二和周四让他加班都可以 但是一三五实在没办法 因为女儿在家没人照顾 董思佳告诉沈惠星 如果这样他可以让老公给他开工资 他自己从没因为孩子的事情请过一天假 每天都是十一二点才下班 当初之所以跳过面试流程录用他 就是因为听到他在霍连凯面前说要给孩子做榜样 他既然付出了和孩子分离的代价 就应该努力在职场上获得最大的回报 如果没有对成功的渴望 那还不如回家继续当他的全职妈妈 第二天 蒋静听说这件事后深表同情 沈惠星不认同董思佳拿加班当努力 但他观察到办公室里 大部分人都还是正常工作的 只有几个别像李莎那样 白天就偷着摸鱼 到了下班时间才假装努力工作故意赖着不走 弄得所有人都不好意思走 结果第二天来上班时 就看到李莎满是怨气的在工位上收拾东西 沈惠星一脸懵逼 询问同事才得知李莎被董思佳给开了 而且是连任何缓冲期都没有的那种 在部门会议上 董思佳解释因为李莎入职一年多来 每天下班比自己都晚 但连续半年都没有交出一个像样的项目 董思佳走到沈惠星跟前 说部门如果再有这样自作聪明的人 下一个走的人就是她 散会后 董思佳通知沈惠星准备正式进项目 这也意味着沈惠星在公司真正站稳脚跟 这个IT眼镜男在逛商场时 对眼前这个女孩一见钟情 还鼓起勇气主动加了对方联系方式 第二天一早就给女孩发来信息 想约她一起吃饭 女孩却根本没看上她 随后在全网直播的野火音乐节发布会上 盛江川趁此机会让黄金上台宣传他们公司 恰巧女孩蛇甜甜在乘坐电梯时看到了这场直播 蛇甜甜连忙回家打开电脑搜索魔斗科技 发现这家公司竟然获得了飞虎资本的投资 蛇甜甜顿时来了兴趣 查到魔斗科技公司地址后 她第二天一早就故意等在黄金公司门口 与她制造偶遇 黄金见她顿时两眼放光大步跑上前 蛇甜甜谎称自己第一次面试有些紧张 说眼看面试时间也快到了 自己都还没找到那家公司位置 果然黄金主动提出陪她去找 两人就这样开始建立联系 没过两天 蛇甜甜就到公司来找黄金 蛇甜甜表示自己这次过来 是想特地感谢她那天对自己的鼓励 还专门做了两份便当 周围同事们一片起哄 黄金也羞红了脸 因为之前黄金发给她的消息都没回复过 于是借口说自己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 导致没有收到她发的信息 黄金想约她下午一起玩自己研发的VR游戏 她谎称下午还要上班 于是黄金又约她明天见面 专做放贷的庄森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把蛇甜甜约了出来 并拿出一张85万的借条催她还钱 庄森说自己回澳门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 这家赌场因为经营不善 飘在外面的债务太多 做不下去所以就卖给他们公司了 还把债权债务一并转给了他们 庄森太过了解蛇甜甜 要是黄金身上没有油水可捞 打死她都不会跟那种人在一起 而且猜到她肯定有自己的计划 紧接着提醒她今年赌场业普遍不景气 所以今年轻收欠款的力度空前 很多大公司都已经找出一帮药账的在路上了 翁森催促她在黄金那边得提提素了 蛇甜甜转头就买了宵夜 让黄金分给同事们 紧接着又在黄金办公室陪她加班 黄金感动地说从没有女孩对她这么好过 她感觉很幸福 恰巧这时蛇甜甜接了一个电话 还故意打开免提让黄金听到 对方自称是她妈妈的朋友张颖 说她妈妈在国外犯了心脏病 现在在医院需要马上做手术 急需一百多万的治疗费用 蛇甜甜一听就急哭了 黄金顿时心疼得不行 转正第一天 领导就将本周收到的厚厚一堆商业计划书交给她审核 要求她认真看完并写出评估报告 如果其中有独角兽没被发现就是她的失职 沈慧欣筛选过后便开始接触创始人 不料遇到的全是形形色色的奇葩 其中一个因项目没被选中甚至要去跳楼 幸好保安出面才平息了事 中午吃饭时 沈慧欣忍不住向李小田吐槽 李小田告诉她有一种创业人叫创业演员 开公司就为了骗投资人的钱 所以他们分控部门才有存在的价值 没过两天 沈慧欣又在众多商业计划书里 找到一家专做纺织面料的公司 董思佳看了计划书后认为这个项目不错 而且投资体量也不太大 随即安排她先去这家公司实际考察一下 然后给她一份详细的报告 沈慧欣认为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董思佳差点气晕过去 告诉她创业需要的是精力体力和专注力 六十多岁连想象力都快没了 并提醒她以后汇报项目之前 先说清楚创业者的基本情况 霍连凯晚上给盛江川编排她老婆 准备投资三个老头 这件事承包了他们公司一整天的笑脸 盛江川指出沈慧欣整天倒腾这些扯淡的项目 养活自己都够呛更别说养孩子了 霍连凯告诉她董思佳因为这是骂了沈慧欣 沈慧欣应该会放手了 盛江川苦笑她若能听进去就不是沈慧欣了 果然如盛江川所说 沈慧欣晚上回到家都还在研究这个项目 把董思佳的话全都当了耳旁风 在次日例会上汇报项目审核情况时 沈慧欣又说起那三大爷 董思佳都不想理她 但她不肯放弃 甚至追来洗手间找董思佳争取这个项目 沈慧欣追到办公室 希望董思佳不要搞年龄歧视 董思佳受不了她纠缠 便把她推给了封控部门主管李小田 李小田听沈慧欣汇报了三个创始人年龄后 与董思佳意见一致 认为这种夕阳红项目根本没有投资价值 沈慧欣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茶水间追到办公室 再从办公室追到餐厅 一直粘住李小田不停地游说 而且指出公司风控标准里并没写 不能投60岁以上的创业公司 李小田被缠得实在没有办法 便提出三个大爷的公司公众号粉丝 如果超过10万 她就考虑投 沈慧欣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 不连凯对李小田接连否了自己 递交上去的项目一直耿耿于怀 提醒他不能区别对待沈慧欣 小田眼看都到了别人公司 只好给沈慧欣一个面子留下来随便应付一下 葛大爷看出他的不屑 还故意把公众号的粉丝解释为粉条 李小田实在坐不住便找借口起声告辞 葛大爷还拒绝和他握手 李小田走后 另外两位创始人埋怨葛大爷不失好歹 说沈慧欣好不容易把风控领导给请来了 他却在人家面前摆起了谱 其实葛大爷的英文水平很高 连粉丝这个词的来源都非常清楚 葛大爷认为在他们没有做出成绩之前 想让别人改变固有印象是不可能的 三位老大爷决定努力争取粉丝过10万 沈慧欣早已想好了计划 因为他事前查过三位大爷的公司资料 得知他们自主研发了一款防水面料 范大爷还提到了鞋套机的构想 只不过另外两位大爷考虑到成本问题没有同意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范大爷买来的十台鞋套机也没处可用 沈慧欣随即提出计划 这个计划需要他们投资场地费和物料人工 三位大爷商量后决定相信沈慧欣 把现有的十台鞋套机分别投放到三五个地铁站 但他们手里的资金最多只能支付半个月的场地费 沈慧欣坚信这个多雨季节在半个月内一定会下雨 很快沈慧欣就联系好了场地 三大爷也把物料准备妥当 马上就可以入场 在茶水间和同事唠嗑时 这几天都毫无要下雨的征兆 眼看场地费快到期了 沈慧欣很是担心没帮到三位大爷还让人家白白浪费一笔钱 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天快下班时 外面突然电闪雷鸣 没一会儿就下起暴雨 同事们都懊恼这雨下的不是时候 沈慧欣却站在窗前默默祈祷这雨一定要坚持到晚高峰 下班之后 沈慧欣就马不停蹄赶来地铁口帮忙 鞋套很快就被路人领完 老大爷们冒雨搬来新货增援 他们激动地告诉沈慧欣 现在公众号粉丝数量猛然暴涨 后台都差点崩溃了 沈慧欣次日一早就找到李小田 李小田没想到他们竟然真做到了 但这项目从风控角度考虑确实不该投 但答应的事也必须兑现 于是便将此项目上报给了王总 但没想到王总从朋友口中听说了沈慧欣利用鞋套鸡涨粉这件事 于是决定给三大爷的公司投资200万 沈慧欣很抱歉这投资额创了公司新低 但三位大爷已经很满足了 决定等资金一到账就立即干起来 挂断电话后 蛇甜甜洋装害怕 扑到黄金怀中哭泣 黄金看得心疼不已 蛇甜甜哭哭啼啼地回到家中收拾衣物 并说就算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救他妈妈 黄金当即不同意 认为她这么纯洁单纯的女孩 可不能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扯上关系 看她哭得稀里哗啦 黄金顿时同情心泛滥 蛇甜甜心中窃喜 嘴上却说投资款不能用 黄金让她先别着急 只要再给自己几天时间 保证可以帮她筹到钱 次日一早 黄金就到飞虎资本找圣江川申请卖劳 圣江川表示她现在的游戏公司虽然估值可观 但收她股份只能按照签订合同时的原始估价 陷入情感陷阱的黄金毫不介意 只希望钱能尽快到账 黄金卖股的钱到账后立即打给了蛇甜甜 并让她赶紧过去照顾阿姨 等自己忙完了也过去看望她妈妈 殊不知蛇甜甜转头就来酒吧玩 还给庄森抱怨说跟黄金这种程序员在一起没有一点兴趣 庄森收到她的85万欠款后 也爽快地将那张赌债欠条原件还给了她 蛇甜甜当即就把欠条烧毁 并说自己手里还有些余钱 想让她再安排自己去趟澳门 作为赌场中介的庄森当然是欢迎她的 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处破旧出租房里 逃出国的凯文因为没有绿卡 只能做些粗活讨生活 却总是被老板挑刺客扣本就微薄的工钱 贺运美则在一家披萨店里打工 上午房东给他们打过电话 再不交房租就要被赶出去了 两人每天的晚餐 都是贺运美从披萨店打包回来客人不要的披萨 突然贺运美在网上看到黄金的魔斗科技公司估致过瘾 她立即跟凯文确认上次给庄森打电话时 庄森说过蛇甜甜的男友就是魔斗科技的创始人黄金 两人立即决定回去分一杯羹 蛇甜甜在澳门赌场输了钱 一路被马仔盯着下了飞机 幸好庄森过来接她 出面坐保才把马仔打发回去了 在车上 庄森埋怨她赌就赌了 竟然还跟蝶马仔玩家暗赌 台面上输了赌场一份 台面下就输蝶马仔五份 玩得实在太大 蛇甜甜却觉得富贵显中求 只不过是她运气差了点 赌场中介提醒她到了还款期限要是还不上钱 讨战那帮人对她可不会客气 这是躲在美国苟且偷生的贺运没给她打来电话 说他们在国外已经山穷水 蛇甜甜谎称自己在一家小公司当文员 每月工资还达不到税征点 蛇甜甜反驳把责任都推到自己头上不公平 而且她男友黄金的公司估置过意都是虚的 不过就是一个一根筋的程序员而已 凯文威胁蛇甜甜若不帮他们 就回国亲自找黄金潭 蛇甜甜连忙提醒他们还在被通缉 回来是自投罗网 并谎称会尽快想办法帮他们搞到钱 挂断电话后 贺运美埋怨凯文不该对蛇甜甜摊牌 如果蛇甜甜换了手机号失联 对他们也没好处 即使真把实情告诉黄金 蛇甜甜也会反咬他们勒索不成污蔑她 另一边 蛇甜甜则气愤自己都没钱 这两蠢货又来逼债 庄森提醒她最好不要把对方逼急了 还是要在黄金身上下功夫 而蛇甜甜早已想好找黄金要钱的办法 到了晚上 蛇甜甜就来办公室找黄金 娇滴滴地说她母亲已经做完手术 自己因为太想她所以提前回来了 黄金也迫不及待倾诉对她的思念 蛇甜甜见状又开始编造自己的家事 说她母亲在老家开了一个山庄 随后黄金送她回家刚从电梯里出来 就遇到两个男子拦在蛇甜甜的家门口 蛇甜甜洋装一脸懵逼 其中一男子拿出一张假欠条 威胁她尽快还债 回到家后 蛇甜甜就到卧室哭诉着给母亲打电话 扯着嗓门埋怨母亲不该为了山庄去借高利贷 挂了电话后 蛇甜甜告诉黄金她想回家陪母亲渡过难关 也许三五年都不会回来了 还洋装心痛地提出分手 黄金急得手足无措 决定在卖掉自己公司15%的股份帮助蛇甜甜 蛇甜甜听了哭得气不成声 还承诺要让母亲把山庄的控股权给她 单纯的黄金为此还安慰她好半天 在外面出差的盛江川得知黄金又想卖老股 便提醒她一旦卖了这15%的股权 他们飞虎资本就是魔斗科技最大的股东 她也将失去控股权 憨厚的黄金声称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和蛇甜甜白头偕老 圣江川建议她最好还是去蛇甜甜家里看看 黄金又卖掉手中一部分股份 让她拿去帮她母亲还债 再去往她老家的路上 黄金还拍了照片晒到朋友圈 随后来到蛇甜甜母亲开的山庄里 蛇甜甜母亲对她分外热情 不胜酒粒的黄金很快就喝得不省人事 正在出差的圣江川看到她的朋友圈后 发现拍照地点是离自己不远的一个山里 而此时在山庄里的一个房间里 为了感谢她干妈的帮忙 蛇甜甜答应这票干成了 他们就一起去澳门痛痛快快玩两天 不料干妈却告诉她这个山庄其实早就歇业关门了 因为她欠了不少赌债 所以就把山庄抵给了债主庄森 庄森现在正在四处联系人把山庄卖了便携 另一边 沈慧欣接到一个新能源汽车的项目 便计划租个新能源汽车 亲自测试一下电池的续航能力 还可以顺便把女儿接回来 圣江川得知她要过来后 就开始计划一起带着女儿出去玩 正好黄金给她打来视频电话 极力邀请她带上老婆孩子来山庄里玩 圣江川决定明天过来 蛇甜甜得知后连忙找她干妈商量对策 决定把服务员全都换了 免得谁说漏了嘴 干妈打听到黄金把钱已经打给她了 于是催她先给自己转一部分过来应急 蛇甜甜眼下还有求于她 只能洋装爽快地给她转账 次日一早 圣江川带着女儿先行赶到山庄 沈惠星在来的路上突然接到领导董思佳电话 通知她明早十点务必到公司开会 沈惠星只好答应晚上赶回去 一旁的黄金说难怪昨天还看到员工工作积极性挺高的 怎么突然一下子都不见了 圣江川却认为员工积极性并不高 因为近来是发现大门外的牌匾是歪的 门上的灯笼也只剩下了一盏 通往山庄的路上全是落叶 蛇甜甜两人听了心里一惊 随即圣江川指出这里所有的烟杆器都不亮了 消防系统存在隐患 干妈连连点头声称对对对 没一会儿沈惠星就赶到这里 众人来到门口迎接 圣江川还介绍蛇甜甜给她认识 蛇甜甜热情邀请她晚上住下来 沈惠星解释由于工作原因必须立马赶回去 随后沈惠星开着租来的新能源汽车带女儿回家 没想到以表盘显示续航还有40公里时 车子突然就没电了 而此处距离充电站还有20公里 圣江川接到女儿的求助电话后 立即在山庄找了辆自行车赶了过来 救援人员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赶来 圣江川得知救援车返回要经过山庄 便麻烦师傅把自行车和烧烤炉顺道还回去 圣江川顿感不妙 师傅告诉她自己就是山下那个村的 这个山庄在早年间的生意是挺红火 但是那个女老板很早就离婚了 后来一直单身根本没孩子 圣江川一听此事非同小可 怀疑黄金被蛇甜甜给骗了 于是立马给上次处理女儿绑架案的刑警官打去电话 想请她帮忙合适蛇甜甜的住址和母亲信息 此时的山庄里 黄金和蛇甜甜刚从山上看完日出回来 这时蛇甜甜收到一条信息脸色突变 于是连忙叫来干妈 蛇甜甜提议他们先去澳门避避风头 等到没事之后再回来 田平很后悔被她卷进来 但蛇甜甜提醒这件事她可是分了钱的 到时候查下来她也是诈骗共犯 田平担心在楼上睡觉的黄金醒来 发现他们人不见了报警 蛇甜甜思考片刻后 蛇甜甜决定给黄金吃安眠药 让她在山庄睡两天 到时候他们肯定早就已经到澳门了 圣江川在赶来山庄的路上 把手机递给沈彗星 让她给刑警官发个短信 先汇报一下这边的情况 让她方便时候回个电话过来 来到山庄后 圣江川给黄金打去电话显示关机 紧接着看到黄金的书包放在一旁 里面还有黄金的电脑 圣江川知道黄金无论走哪都不会落下电脑 于是断定黄金肯定没走 等他们在二楼房间找到黄金时 她睡得很沉根本叫不醒 这时刑警官打来电话 说根据他们警方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蛇甜甜的老家并不在这里 母亲也不叫田平 圣江川得此消息直接向她报案 随后刑警官告诉她 贺运美和凯文用假身份回国 在机场被人脸识别系统发现 在审讯过程中 发现针对她女儿的那起绑架案中 蛇甜甜也有重大作案嫌疑 很快警方找到赌场中介装森 并对她进行口头传唤 随后黄金在医院醒来 圣江川告诉她 蛇甜甜通过地下钱庄 已经把钱转到了境外 她给蛇甜甜的那些钱 可能都要不回来了 此时黄金心疼的却不是钱 而是想当面问蛇甜甜 为何骗自己 一位大龄单身女 正在偷偷追星小鲜肉 李小甜叫住霍连凯 指责她偷窥别人隐私太没素质 虽然霍连凯对她表现出鄙视 但为了自己手里的项目 能在她手上通过 于是找熟人朋友 给她拿到一张 火星少男的演唱会门条 李小甜脸色不屑 心里却乐开了花 还坚持要给她转钱 霍连凯见状 让她亲自给自己做牛排 李小甜只答应请她下管子 就在她以为两人关系 稍有缓和时 却听到沈慧星 拿着一个三大爷的项目 在她手里过审了 于是气冲冲地来到她办公室 霍连凯质问 他们封控部门的 审核标准到底是什么 李小甜解释 三大爷的项目 能过审却是奇葩 按照她一贯的审核标准 肯定是过不了 但霍连凯根本不听她的敷衍 直接将之前遗落 被她避过的项目 摆在办公桌上 李小甜接着解释 沈慧星的项目 是王总拍板的 霍连凯气愤当初在项目会上 她也和沈慧星一样 坚持自己看好的项目 可怎么就没人说 是个好项目呢 连三大爷的夕阳红都赶投 为何没人愿意 给自己说句抱歉 霍连凯失控的情绪 让李小甜有些意外 她咆哮完便禁止离开了办公室 李小甜无意看到 霍连凯家在项目书里的投资笔记 于是决定将她这些项目 认真的再次审核一遍 随后李小甜把笔记本 拿到办公室还给她 并邀请她晚上到自己家 亲自给她下厨 晚上两人正吃着饭闲聊时 李小甜老妈打来视频电话 接通视频后 妈妈要看她今天都吃了些啥 霍连凯见状赶紧躲到一边 却还是被妈妈看出端倪 两人的默契配合 总算是糊弄了过去 随后她老妈便开启了 猛烈的催婚公式 说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让她抽空去见一下 李小甜碍于霍连凯在旁边 只好尴尬地敷衍着妈妈 答应回去见面 匆忙挂了电话后 李小甜便向霍连凯 吐槽父母催婚的问题 霍连凯深以为然 说自己妈妈也总打电话 催自己买房子 可自己才刚回国不久 这上海的房价 岂是说买就买得起的 搞得好像现在 所有男人没套房子 就不健全了似的 结个婚就得倾家荡产 在这点上两人观点挺一致 李小甜不甘自贬身份 沦为大龄女青年 霍连凯不甘成为人肉提款机 李小甜好奇 她到底有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 霍连凯斩钉截铁的说没有 也没准 连连称赞她酿的这米酒好喝真不错 心情郁闷的她一杯接着一杯 李小甜鼓励她在工作上 得像自己酿酒一样 要不断地投入精力和时间 不能一蹴而就 结果没一会儿 两人都喝得有些微醺 兴奋地并坐在地毯上亲密交谈 霍连凯凑到李小甜跟前 悄悄问她是不是喜欢自己 霍连凯说她要不是喜欢自己 肯定就听她老妈的话 去相亲那个一米酒的猛男了 李小甜表示 她在结婚这件事上绝不能妥协 说着说着突然委屈地哭了起来 霍连凯借着酒意 举起一盆薄荷丹西跪地向她表白 随后两人在酒精的作用下度过了一夜 次日一早醒来 嘴角还有口红硬的霍连凯 霍连凯就发现自己躺在李小甜床上 此时李小甜还在睡梦中 懵逼中的她只能侧过身子祈祷 这不是真实的 结果一张摆放在床头柜上的写真照 直接将她拉回现实 为了避免尴尬 于是悄悄起身穿好衣服准备开溜 就在这时 李小甜也醒了过来 李小甜也是懵逼状态 随后来到客厅 两人的交谈无比客气 房间里充斥着浓烈的尴尬 两人对昨晚的放纵心之肚鸣 却又只字未提 霍连凯见状借口 自己有个会要开便先溜了 出门那一刻 李小甜才长舒一口气 门外的霍连凯心里 也似乎在想些什么 回到公司后 霍连凯想给李小甜道歉 却开不了口 在办公室里 录了好几遍道歉视频都不买 几天过后 霍连凯见李小甜没来上班 询问同事才得知他生病了 于是谎称出去见客户 然后买了要给李小甜送来家里 在他家楼下刚停好车 就看见沈慧心从他家出来 趁着给他送药的机会 霍连凯直无着说 他们现在总这样别扭着 感觉特别不舒服 那天晚上的事 他们不该回避 并坦言自己不是不想负责 而是偶然听到 他给沈慧心说的话 知道他不想要男朋友 所以自己也不能因为这件事 就逼他做自己女朋友 李小甜苦笑说 这样相处的确太尴尬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霍连凯希望彼此还能做好朋友 李小甜哽咽着说试试吧 霍连凯借用洗手间 李小甜终于忍不住流了泪 不料霍连凯在洗手间意外 发现了两条杠的验孕棒 于是立马冲出洗手间 我看见了那个棒 面对霍连凯的追问 李小甜慌乱地掩饰着 不让他乱猜 霍连凯想着怀孕 得一两个月才能验出来 他俩干活的时间似乎对不上 便断定是沈慧心怀孕了 李小甜一听全乱套了 但又不想坦白自己怀孕的事实 于是要求他赶紧离开 并叮嘱他这件事谁也不能说 结果霍连凯转头 就把沈慧心怀孕的事情 告诉给了他的老公圣江川 报军情的霍连凯还帮他分析说 肯定是他老婆不想要这孩子 因为这段时间 圣江川和老婆的关系紧张 也不好当面追问老婆 于是当天下班后 就主动去买了家里的生活用 不尽如此 他还贴心地在沈慧心床头 放了杯睡前热牛奶 这让沈慧心心里暖暖的 第二天 李小甜到医院等候做检查时 看到旁边别的孕妇 被老公小心翼翼地陪着 眼中满是羡慕 不禁想起霍连凯曾说过 随后医生叫到他的号 医生看了他的资料后 提醒他一般过了35周岁 临床上就会定义为高危人士 并建议他尽早做决定 最好不要超过酒钟 沈慧心下班发现 圣江川什么都不让他做 还主动承担起了 陪伴孩子和做饭洗碗的所有家务 这让他真有点不太适应 第二天一早 圣江川在他起床时 就已经做好了早餐 还暗地里让同事小白套高价 买了他喜欢的爱乐乐团演出票 并谎称是朋友送自己的 想邀请他今天下班后 和自己一起去看 沈慧心淡淡地说不知道 几点能下班 但看到圣江川失望的神情 又于心不忍 中午下班后 沈慧心就拉着李小田 陪自己来商场买衣服 他说起圣江川这段时间 突然变得有担当了 李小田感慨一个男人 在这个岁数愿意为他改变 说明还是挺爱他的 而他愿意为对方打扮 也是在乎对方的表现 果不其然 沈慧心穿着精心挑选的衣服 出现在圣江川面前时 圣江川顿时被惊艳住 随后沈慧心询问 他朋友给他的是哪个区域的票 当他掏出电子门票 拿给沈慧心看时 一看票面才发现是18点的票 而圣江川误计成了8点 两人见状赶紧打车 但往高峰让车子 在路上堵得走不动 沈慧心为了听到下半场 索性选择下车跑步赶路 把圣江川急得赶紧拉住他 说下回再看个整场得了 可别跑出个什么好歹来 随后两人来到一处天桥 圣江川感慨他们 好久没有像这样单独出来过 想当初谈恋爱那会儿 每周雷打不动都会约会吃饭看电影 沈慧心还记得当初 他怀唐唐时的预产期前一周 两人去看了一个喜剧 结果他笑得肚子疼 还以为快生了 然后圣江川打车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大喊大叫 火急火燎的找轮仪找医生 没想到检查结果竟是胃胀气 还被门口保安追着 问刚刚咋回事 人趁着老公洗澡的功夫 偷偷翻看他的公文包 只见里面放有两张机票 紧接着打开老公手机 发现他与一个陌生女子联系密切 而且聊天内容十分暧昧 待老公洗完澡出来后 可没过几天 他发现老公又跟另外一个女人聊得火热 对方是个职场女性 这样的女人相比之前那些女孩 更有杀伤力 蒋静发现陆维斌每次出差都带着那个女人 而且不止一次带着出席饭局 他身边的朋友甚至都管那个女人叫小嫂子 沈慧欣问他准备怎么解决 蒋静觉得自己没有证据只能忍着 而且现在问老公也不会成员 这让沈慧欣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隔天晚上 蒋静让表妹李小田帮他召开一下孩子 因为陆维斌自称一个人去厦门出差 但他用小号关注的那个女人 今天下午也到了厦门 而且他查了厦门的这个项目 和那个女人公司没有丝毫关系 蒋静让他们放心 笑说自己都已经把老公当老板伺候这么多年了 是不会冲动的 蒋静到厦门后 在老公陆维斌入住的酒店大厅 堵住了他和那个同行的女 陆维斌解释那个女人是临时过来的 到房间后 蒋静索要他的手机查询最近的信息 陆维斌当即不干 并解释他和那个女人开的是两间房 双方只是业务上的往来 面对蒋静的一再逼问 陆维斌不耐烦起来 声称自己在外面拼命工作 带女人出去应酬也只是逢场作戏 他没必要像个无知泼妇一样无理取貌 到了晚上 蒋静哭着来到沈慧欣家接儿子 他生气本来选择白天去 就是想给他们留余地 但今天看到陆维斌那一副 完全控制自己的表情 还是被激怒失控 蒋静又看向李小甜 李小甜也表示赞同 蒋静害怕离婚了找不到工作 毕竟他在家做了这么久的全职宝妈 这也许就是全职妈妈的悲哀 老公犯错后 却连和他谈判的筹码都没有 沈慧欣提醒他应该争取自己的权益 保护自己 李小甜也劝他这样无底线的退让 只会在陆维斌面前永远没有尊严 接着沈慧欣给他介绍了一个律师 他表示自己在考虑考虑 陆维斌出差回来时 买了一条项链想讨他欢心 蒋静质问他是不是每次出去 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 都会买条项链以示补偿 陆维斌让他不要有情感洁癖 并说男人在外面打拼事业逢场作戏很正常 这样的三观让蒋静坚定了离婚的打算 蒋静对他彻底失望萌生离婚的念头 于是咨询律师关于离婚分割财产的问题 律师看过他的婚前协议后 得知他当初签协议时并未请律师 而且这份协议是陆维斌说在朋友那随便找的一个模板 律师告诉他陆维斌是早有准备 因为这份协议书并不是什么知识模板 而是一份非常专业的合同 堪称滴水不漏 以他专业判断这份协议书肯定出自顶级大律师之手 而且是为陆维斌量身打造的 协议里面的条款 已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陆维斌的所有权益 而对他则非常苛刻 蒋静这才明白陆维斌从结婚起就开始算计他 眼下可以争取的只有婚后财产 律师表示他会去调查陆维斌目前的财产状况 并叮嘱蒋静先不要当面对陆维斌提离婚的事 以防他提前转移财产 当天晚上陆维斌在飞虎资本公司参加庆功宴 曹总把他介绍给盛江川 两人随后通过曹总裁得知竟然住在一个小区 而且他们的太太还是闺蜜关系 陆维斌心里一惊 于是马上叮嘱盛江川回到家后 陆维斌就指责蒋静演技不错 蒋静不明所以 他便放出了那天李宇文来家里教他做菜的监控视频 斥责他跟别的男人暧昧 被冤枉的蒋静反驳他血口喷人 偷偷翻自己行李箱 偷看自己手机通讯录和聊天记录的视频画面 蒋静跪在地上情绪崩溃 他万万没想到陆维斌为了防备他 竟然在家里装了这么多的摄像头 这些年来他一直拿自己当喉爽 律师约见蒋静 蒋静叫来李小田和沈慧昕一起 他苦笑着说一直以为自己是猎手 没想到竟是猎物 陆维斌故意在手机里和行李箱里留下蛛丝马迹 就是在试探他的底线 他没妥协一次就被陆维斌驯化一次 李小田声称陆维斌就是情感操纵高手 紧接着律师查了陆维斌的财产状况 发现其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最后一家公司也在两年前宣告破产 蒋静不信陆维斌会破产 除非是将财产做了转移 加上当初骗他签下一份婚前协议 导致他如今彻底陷入被动局面 这时律师提供一条重要线索 律师查到的这家公司 恰巧是沈惠心老公圣江川的项目 沈惠心给他说起蒋静的情况后 他顿时回忆起昨天在公司的场景 对于不能泄露客户档案信息 圣江川并未把话说明 而是表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怎么帮他都行 之后蒋静与他丈夫陆维斌 就到了争夺孩子抚养权的阶段 虽然陆维斌转移财产后 在争夺孩子抚养权上并不比他占优 但陆维斌可有顶级大律师应诉 蒋静对此态度无比坚决 表示不可能跟陆维斌共同抚养 不料在他提出要孩子完整抚养权时 陆维斌竟爽快答应 并承诺会每月支付相应赡养费 这天在曹总组的局上 陆维斌说起关于离婚争夺孩子抚养权的事 陆维斌说他最近新交了女朋友 自己要是带个孩子就不方便了 以后等到儿子生活能自理了 就把他送到国外去 带学成归来还不是得回到自己这个亲生父亲身边 盛江川看到他这副丑陋嘴脸忍不了了 晚上回家就告诉沈惠星 帮陆维斌带吃股份的人叫洪飞 让他转告给蒋静律师赶紧去查 次日 刘律师告诉蒋静洪飞已经出国了 陆维斌不但有好律师还有好财物 他从结婚起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完全没有给他留下一丝能赢的机会 蒋静只能苦笑着说还好有儿子是属于他的 在他搬出这个家的最后一晚 陆维斌还在他的伤口上撒盐 声称今后这个房子的女主人无论换成谁 待遇都不会比他高 两人的对话被躲在墙角的儿子听了去 他只能伤心地在黑暗角落里悄悄流泪 这天沈惠星在路上看到蒋静在找中介看房子 于是连忙跟了上去 才得知蒋静打算搬出来住了 他以一个大大的拥抱恭喜蒋静重获新生 搬家这天 李小田也敢来帮忙 他担心房子太小孩子住不习惯 这时蒋静儿子走过来告诉妈妈 咱们不要爸爸的钱也能住大房子 蒋静感动的眼里泛起泪花 一把抱住儿子并鼓励他娘俩一起努力 他也准备重返职场寻找工作 沈惠星和李小田建议他做内容创业 因为这季不需要资金投入 又能兼顾孩子 非常适合现在的他 李小田告诉他资料都在自己办公桌上 让他去算一下餐会人员 然后人手打印一份 不料助理却将他放在桌上的一张运简单 也拿去打印了 到了会议上意外便发生了 众人一看就诊人近视李小田 甚至一度怀疑是和他同名同姓 这时李小田立马反应过来 慌乱起身收回了所有人手中的报告单 并尴尬地解释是自己拿错资料 但是以至此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霍连凯更是心里一惊 此时迅速在公司传开闹得沸沸扬扬 并超单的截图也被发在了公司群里 所有人都好奇孩子生父是谁 散会后 霍连凯的马仔就跑到他办公室八卦这件事上下班后 霍连凯来他家找他 他却不想开门面对 霍连凯说王总派自己明天出差 现在他这情况自己似乎不太适合走 李小田声称自己不会拖累他 也不需要他的关心 而且自己也不打算要这孩子 盛江川得知此事后 便劝他要是喜欢李小田就把人家娶了 霍连凯却觉得他和李小田都是不婚主义 这样会遭人耻笑 此时李小田也无比纠结要不要这个孩子 确实也有部分原因是不想放弃这份工作 因为看到职场妈太累了 对他来说就是种束缚 沈慧欣告诉他 虽然自己也没有平衡好工作和家庭 但从没后悔生女儿 因为孩子带给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快乐 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只有自己体验了才能明白 接着便劝他不要轻易做任何糊涂的决定 霍连凯出差这段时间给李小田打了无数电话 但他都没接 于是带出差回来便冲到他家来 李小田称奉子成婚这种事他们都干不出来 霍连凯回去想了很久再次来到他家 霍连凯把自己所有银行卡都摆到他面前 说他们都是伪单身主义 既渴望爱情又恐惧婚姻 既渴望家庭又恐惧孩子 但他看到盛江川和沈慧欣后 觉得也许婚姻也没那么可怕 只要彼此三观一致 就没什么事不能解决 你这是向我求过吗 看着霍连凯仍是一副犹豫的表情 李小田随即逐一收起桌子上的银行卡 让霍连凯拿回去 声称这不是他想要的 就在他起身准备离开时 我们结婚了 我想娶你 李小田终于等到了他这句话 三个老大爷合伙开了一家纺织公司 沈慧欣好不容易帮他们拉来两百万投资 不料才没过多久 就有人在他们对面开了一家同样的公司 甚至几乎挖走了他们的所有技术源 而原因就是为了一款新型面料 对方得知他们研发的这款面料还未申请专利 所以才动了歪心眼 想把这项技术据为己有 激动的和葛大爷争论自己一个人也能搞研发 顿时三人吵得不可开交 沈慧欣得知他们的技术人员没签保密协议 于是连忙劝他们抓紧时间打探下对面公司情况 菲大爷带着他到对面公司楼下蹲守 等候当初他招进来现在在对面上班的技术员 小伙刚出公司就被崔大爷逮个正招 三人随即来到一家咖啡厅 崔大爷表示自己找他既不是心事问罪 也不是向他打听什么商业机密 而是希望能从一个离职员工角度 了解自己公司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小伙直言自己不单单是因为钱才跳的操 范大爷的专业水平虽然过硬 但对他们要求过于苛刻 技术部很多同事都有意见 而且公司没有奋斗目标 干多干少好像都一样 时间久了大家都没了干净 反观现在的公司却承诺给他们干股和分红 还有定期团建和奖金 小伙听说之前的投资人嫌他们三位大爷年龄太大 所以如果能拿到三大爷的核心技术 他们可能会转投年轻创业者的公司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沈慧欣充分调查了对面公司 发现这家公司风品很差 挖别人墙角已经不是第一次 惯用伎俩是用高薪抢技术人才 等套出核心技术后再把这些人开除掉 劳烦让大家先不要着急 因为最核心的技术还是在自己手上的 沈慧欣催促他们赶紧把专利申请下来 再把拥有15万粉丝的公众号利用起来 作为巩固证据的宣传阵地 接着再找流失的骨干谈谈话 告知这家公司的风评 劝这些人不要急于把手上所掌握的技术交出去 要是万一骨干没有能回流 就得考虑重新招兵买马 和大爷主动揽过招兵买马的任务 他准备联系自己那些老战友 和在学校教书的老同学 请他们推荐优秀的年轻人 擅长交际的崔大爷则负责找骨干谈话 这个男人为了家庭牺牲太多 自结婚后便退出职场 留在家里当起全职奶爸 如今孩子大些便想着再出去工作 却遭到妻子董思嘉的强烈反对 在他看来 李宇文一个学历史出生的普通本科生 加上年龄问题根本找不到体面工作 说出去只会丢他面子 他可是上海投资圈出了名的女强人 但李宇文这次不再选择妥协 第二天就陪罗教授启程去参加一个课题 董思嘉得知后愤怒不已 斥责他竟把儿子交给一个保姆阿姨 说完还不带李宇文表态 他就直接挂了电话 晚上下班回来 只见李宇文坐在昏暗的客厅里 李宇文知道他的梦想是成为金牌投资人 所以这些年来他把时间都给了他和孩子 可他却从没问过自己的梦想 在他眼里 自己除了老公这个身份外 好像就不配拥有独立的人格 董思嘉这天晚上给儿子读睡前故事时 看到书里加了一张展览会门票 儿子说不止他和爸爸去的 还有童童和他妈妈静静阿姨 等儿子睡着后 他来到客厅问起李宇文 李宇文直言蒋静 就是童小区另一个孩子的妈妈 平时经常在楼下一起玩就请钱 董思嘉说他爸腰上长了骨刺 他爸妈准备来上海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一早 李宇文就到车站接岳父岳母 然后开车直接带岳父到医院 并提前挂好了专家号 做完所有检查后 董思嘉父母准备明天回去了 董爸很感激这次看病排队挂号检查取药 多亏女婿的帮忙 董妈则觉得女儿在外面忙着挣钱更不容易 这话让门外送药的李宇文正好听到 顿时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这天早上 董思嘉无意中看到李宇文手机上 接到了奖金的信息 于是吃饭时故意问起 他们今天有什么活动 儿子说今天社区要做手工取棋 他已经和童童约好了 童童妈妈也要和他们一起 这让董思嘉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来到正在找他拉投资的自媒体公司 想把李宇文介绍静爱工作 借此避免他和蒋金日久生情 晚上李宇文告诉董思嘉 他看了这家公司发布在公众号上的所有文章 发现根本就和历史不沾辫 而且一派胡言的误导读者 董思嘉强调娱乐价值也是价值 在这家公司工作每月的广告收入 就比他之前的出版社高出数倍 而且老板看了他的履历和文章都非常满意 答应给他文学总监的位置 但这却不是李宇文所追求的 全职奶爸李宇文重返职场 却被妻子强行安排进一家 专写野史的自媒体公司做文学总监 才第一天上班 就遭到眼镜的敌视 随后李宇文来到工作间告诉大家 他是学历史出生的 之前没做过自媒体公众号 但自己看过他们写的文章 虽然能够抓住读者眼球 但却缺乏规划 有些东烈西鱼的感觉 眼镜表示现在的读者 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性 目的就是为了好玩 眼镜笑他多虑了 想看真正历史的人 就应该去翻试书 而他们能做的 就是保证一周能有几篇出稿量 否则老板那关都过不去 李宇文坚持自己的立场 让他们下一期写北宋风云 并要求大家尽快拿出好文章 李宇文离开后 同事们窃窃私语 他是个关系户 仗着老婆是云山长青的投资高管 就在他们面前指指点点 甚至挑拨说他一个吃软饭的 凭什么抢了眼镜的总监位置 几天过后的例会上 李宇文看过大家写的文章 大发雷霆 声称北宋是中国历史上 文化和政治的一个高峰 涌现出无数名人 可他们却胡编乱造 只写宫廷历史 为了博人眼球 把祖宗都忘了 为了点击率连脸都不要了 眼镜不屑他唱高调 说现在大多数公众号 都是家庭主妇看的 写身了他们也看不懂 要是他觉得自己厉害 那就自己写一个出来 让大家瞧瞧 李宇文很快就写出来 病人首发了一份 眼镜称赞 他是一个有大财的人 待在这种地方 只会埋没他的才华 时间久了 就会变得和自己一样 庸俗不堪 而且他老婆那么有钱 没必要在这受气 完全可以自己出去 干一番真正的事业 李宇文见他也是性情中人 于是劝他和自己 一起努力改变公司形象 眼镜劝他死了这条心 要是不幸 可以把这稿子拿给老板看 果不其然 老板看了他的文章后 评价他的文笔不错 但不够劲爆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一幕 声称要写出 诸如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 就是为了座外新人的飞行器 跑到这种文章 老板坚持自己的理念 公众号就是要写猎气 搞笑狗血的东西 如果他开窍写这种劲爆话题 保证他能在这个圈子里 日进董经 最终李宇文选择了辞职 董思嘉得知后愤怒不已 指责他根本不体谅 这份工作是他去讨人情得到的 果然没过多久 曹总就兴奋地告诉 盛江川他重大奖了 盛江川不明所以 这意味着黄金的 魔斗科技公司 估值大大提高 40个亿 全球智能和它背后的 国际财团 开出了40个亿的价格 要收购魔斗科技 他们目前握有 魔斗科技60%的股权 也就是24个亿 当初才投资了 区区1500万 这可是超过了 百分之百的回报率 曹总称赞盛江川 当初投资黄金 真的是赌对了 而盛江川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说服黄金 卖掉魔斗科技 曹总却不认为这是个事 因为按照目前的股份 占比已经由不得黄金 曹总承诺等 卖掉魔斗科技 就给盛江川深合伙人 不料黄金得知 自己研发出来的项目 能够应用于 无人驾驶之后 便想在现有技术上 做调整升级 他坚信这个应用 会非常广泛 并且有八成把握 在全球智能大鳄之前 研发出来 盛江川不想陪他冒险 便提醒他 这么做风险太大 黄金比喻这种风险 就像火药 中国人研制出来后 被外国人用来 做了羊枪羊套 导致国家有了 近百年的屈辱历史 盛江川认为 他们就是做游戏的 还上升不到 他说的那个 四大发明高度 黄金一直认为 盛江川是真正 能理解他的人 所以在公司管理上 技术上 包括感情上 都听他的 但他为何就不能 相信自己一次 盛江川解释 这就是资本的规律 只能屈从 并摊盘说 他已经卖了 两次原始股 现在飞虎资本 是他公司最大股东 卖与不卖 得曹总说了算 黄金恳求他 和自己一起 去找曹总谈谈 但盛江川 告诉他资本的规律 就是逐利的 违背了资本规律 没人会支持他们 黄金无奈便提起 当初谦和同时 他曾口头答应 自己一旦创业成功 就会拿出 20%的股份 奖励创业团队 有了这20% 他和他的创业团队 的股份 就能占大头了 盛江川见此 只好答应回去 再和曹总谈谈 当他退门 离开黄金办公室的一刻 门口站满了 等着他答案的年轻人 他们都不希望 磨斗科技被收购 盛江川回到公司 和小白说起这件事 小白劝他 不如和黄金摊牌 这时没转还余地 盛江川却不想 和黄金闹僵 通过这件事 他发现黄金并不下碍 懂得和团队 分享创业成果 或许以后 真能成为一个 优秀的企业家 他也从中发现 真正赚钱的投资项目 就是长期持有 这种优质公司的股权 到公司后 盛江川希望 曹总再给黄金点时间 曹总却生怕 黄金拖累这24个亿的收益 因为他们股份占比60% 黄总表示 无人驾驶和VR游戏相比 一个是人类的未来科技 另一个只是人类的痒痒脑 接着曹总告诉盛江川 能说服黄金最好 说服不了也无所谓 因为黄金没有选择的权利 几天过后 盛江川再次找到曹总 说黄金的坚持 也有他的道理 VR技术不会仅仅停留在游戏 或者无人驾驶里 很有可能会向 更高更强的人工智能领域发展 如果他们选择支持黄金 未来也许会得到 更丰厚的回报 曹总明确表示 他不可能放弃24个亿的收益 曹总警告盛江川 不管他和黄金私交如何 他都是非虎资本的投资人 而且马上就要升任合伙人 必须时刻记住 自己身后就是资本 顺应资本就是王 反之就是扣 小白不解盛江川在纠结什么 毕竟他们这一路 都是这样走的 创始人不听话 就换个听话的上去 就能解决问题 盛江川回想起这些年来 自己一直都是按照曹总的打法 投了不少项目 回报确实不错 但真正伟大的企业一家都没有 都说现在是投资人最好的时代 而他却在最好的时代 干着倒买倒卖的事 是不是辜负了自己 也辜负了时代呢 几天过后 盛江川又收到曹总发来的语音 要求他如果还没搞定黄金 就速战速决 盛江川决定不再妥协 于是让妻子沈慧欣去找黄金 通过云山长青的投资 来优化股权结构 达到制约目前最大股东的目的 他认为沈慧欣更适合 做黄金的投资人 这也符合非虎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法说服曹总 次日一早 沈慧欣以云山长青投资人的身份 和黄金来到非虎资本 黄金以魔斗科技创始人 和CEO的身份 正式向曹总提议 引入云山长青的投资 然后由三方共同拿出股份的20% 用以兑现奖励创业团队的承诺 曹总劝他按照合同依法办事 曹总提醒他虽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重要性 全球智能是无人驾驶领域里的佼佼者 人家想要的不过是他手里这项核心技术罢了 后续的开发人家有自己更优秀的团队 曹总提醒黄金不要冒险 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沈慧欣接过话 表示他们云山长青愿意投资黄金的新公司 在电梯里黄金坦言自己被吓了一身汗 也不知道曹总会不会同意 沈慧欣赌他一定会同意 因为生意人是会权衡利弊的 曹总猜到这主意黄金想不出来 盛江川承认是他的主意 并表示自己的辞职信已经发太邮箱了 临走前鞠躬感谢他这些年对自己的栽培 周末盛江川带着女儿到李宇文家玩 李宇文说起现在大多数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太焦虑了 课外辅导唯独没开历史班 这让盛江川突然意识到 在线教育在未来会是块很大的蛋糕 他兴奋地说这是他们两人可以优势互补 李宇文负责在历史领域里创业 他则负责拉钱投资他 李宇文当即同意下来 很快 在盛江川的说服下 黄金投资了在线教育 不出所料 李宇文的直播客非常受欢迎 盛江川感慨投资不追风口 投资传统行业机会也很多 李宇文的直播客刚结束 妻子董思佳不到五点就下班回来照顾儿子 并亲吻他说得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的事业 此时的霍连凯在家里当奶爸 李小田说下午公司有个会 嘱咐霍连凯把宝宝照顾好 还故意只和孩子吻别 奖金和儿子又搬回了以前的小区 虽然是租的最低楼层的小户型 但儿子已经很满足了 并向妈妈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会赚钱 让他住回原来的大房子 在盛江川和沈慧新孩子的生日会上 所有人都来了 他们的故事也要告一段落了 虽然这部剧到最后也没有说明 家庭和事业到底该如何平衡 但他们都明白在未来的路上 夫妻两人一定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一起陪伴孩子成长 当你在职场拼搏或是在家庭中挣扎的时候 感到焦虑和恐慌都是正常的 但是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家庭也不是 所以唯有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